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CSI300指数在经历了刺激措施带来的市场反弹后 连续两天下跌 投资者的信心似乎受到了影响 香港的恒生指数也随之下滑 显示出市场信心普遍减弱的趋势 尽管如此 部分基金经理对中国经济仍持乐观态度 市场焦点也开始转向基本面选股 接下来 我们要聊聊香港的经济振兴计划 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大幅减少酒税以促进业生活和旅游业 并放宽按揭规则来吸引富裕移民 虽然香港的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长了3.3% 但仍面临旅游复苏缓慢和房地产市场疲软等挑战 李家超强调创新和改革是未来的关键 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球电力需求的急剧上升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 中国正在引领一个电力时代 到2050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几乎翻倍 尽管清洁能源的投资再增加 但仍难以跟上电力消耗的增长速度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kei Asia报道 中国的基准 CSI300指数在周三连续第二天下跌 标志着自9月底推出刺激措施以来 首次出现连续下滑 这一指数周三收盘下跌0.63% 投资者对未来的方向感到不安 尽管CSI300的收盘水平仍高于9月23日的3212.76点 但自国庆假期前的8%历史性日涨幅后 市场一直波动不定 经济学家指出 中国尚未达到无所畏惧的时刻 财政措施的时间表仍不明确 投资者期待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能带来具体的政策数字 国际能源署IEA在其2024年展望中表示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进入电力时代 预计全球电力需求将以日本年消费量的速度加速增长 IEA指出电力正在迅速取代化石燃料 全球电力需求预计到2050年将接近翻倍 中国在这一增长中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份额 主要得益于电动车使用的增加和数据中心的扩展 IEA还提到 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持续增长 但其煤炭消费仍将占据全球一半以上 未来的能源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香港特首李克强在周三的政策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 旨在应对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乏力 以及严格的安全立法带来的挑战 政府将削减酒类税 吸引富裕移民 购置奢侈品房产 并放宽所有购房者的按揭规则 尽管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长了3.3% 但专家警告称 增长放缓 旅游复苏乏力 以及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可能会对经济复苏造成压力 李克强强调了 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的重要性 尽管外资企业在香港的数量 已连续四年下降 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面临挑战 Nikkei Asia报道 国际能源署IEA 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全球能源市场正在进入一个 由中国主导的电力时代 预计到2050年 全球电力需求将近乎翻倍 达到5万钛瓦时 报告强调 电力正迅速取代化石燃料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预计中国将占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 电动汽车的普及 制冷需求的增加 以及数据中心的扩展 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因素 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巨大 但仍面临能否满足全球减排目标的挑战 IEA的执行董事比罗尔表示 未来的能源安全形势严峻 特别是在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背景下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呼吁政府推出 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以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他认为新的刺激措施应尽快量化 并设定明确的时间表 尽管过去十年 中国对全面刺激的态度较为谨慎 但近期政治局会议强调了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余永定指出 当前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 债务可持续性较强 政府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债务减轻方面加大投入 以推动经济增长 虽然国内消费疲软 但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需求 特别是在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领域 Nicke Asia还提到 中国的全民创业时代正在结束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加深 随着政府政策的转变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规模大幅下降 许多初创企业面临资金困难 尽管一些AI初创公司仍获得大额融资 但整体情况不如美国 观察人士指出 中美脱钩是导致中国初创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支持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 尤其是重工业和高科技领域 而对轻资产的初创企业支持减弱 专家认为 国家资本的参与将成为未来投资的主流 创业环境的变化将影响到中国的创新生态 经济学人报道 随着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中国在德黑兰举办了一场为期五天的中国电影节 首映影片《长津湖之战》 展示了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的英雄主义 影片中毛泽东鼓励同事们打一拳以避免摆拳 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热议 认为伊朗在面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 不能袖手旁观 这一事件显示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活跃角色 尽管潜在的伊朗 以色列战争可能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挑战 日经亚洲评论指出 东京上市的中国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 最近经历了一波令人眼花缭乱的泡沫式上涨 这种现象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相似 由于中国市场在国庆假期期间关闭 东京市场的ETFs价格飙升 远离了其本地对应品种的实际价格 市场缺乏套利交易的机会 加上交易所的价格限制 使得投资者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只能不断买入 导致价格失控 虽然市场在中国股市重新开放后逐渐回归理性 但分析师警告 未来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日经亚洲评论还提到 华为新发布的三折叠手机Mate XT 在上市后不久 二手市场的价格迅速下跌 尽管该手机在发布时的预定量超过680万 但随着供应量的增加 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 价格从高峰的37000元 降至28000至29000元 这一变化 部分源于华为计划在明年春节前 生产至少100万部Mate XT的消息 以及中国经济放缓 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尽管卖家认为 价格不会在年底前回落至官方指导价 但若消费者信心进一步恶化 价格可能会接近这一水平 经济学人 在前往美国的途中 中国移民遭到犯罪分子的targeting 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 跋涉过山脉 渡过河流 乘坐木筏 随后又乘坐巴士 穿越中美洲 最终抵达墨西哥 这个国家成为他们实现美国梦的唯一障碍 在墨西哥南部的小城市 塔帕丘拉 正是他们的第一站 这个紧邻威地马拉的小城镇 已经成为许多移民北上旅程的中转站 然而在这里 他们不仅要面对漫长的等待 还要小心潜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 随时可能对他们下手 令他们的梦境蒙上阴影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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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